再来看到财源专达丁雪文 今天为你导得是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 经济学人选出了2021年进步最多的国家 而类挺台湾的东欧立陶宛也在其中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耶诞双周刊的经济学人 里面续论第五篇 按照往例 经济学人今年又针对2021年 最有进步的国家 帮我们选出了Country of the Year 2021年的年度国家 我们回头看 2021年因为疫情仍然挥之不去 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年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俄罗斯 他的最大反罪党的领袖被关入了牢里 我们看到美国川普的支持者闯入了国会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国家 其实大政府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所以呢 其实民主自由遭到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这里面更不要说 伊索比亚跟缅甸还发生了内战 不过在2021年 整个世界还是有一些闪亮的星光 首先我们看到撒摩亚 战胜了一个宪政危机 他们把本来不私人的总理赶了下来 选出了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一个新的领导人 我们也看到全世界欧洲最强的国家 墨尔瓦多 他本来是俄罗斯的洗钱中心 最近他们也克服了反腐的一个情况 选出了一个新的领导人 执行了所谓民主该有的机制 更不要说非洲的上比亚 他其实呢 其实过去其实是非常的不民主专制的国家 最近呢 他们也战胜了所谓要做票选举的一个领导人 选出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遵从民主制度的一个领导人 还有更重要是立陶宛 我们看到他在公开出来 对于所谓中国的一个against 支持台湾 在那边设了所谓的代表处 更不要说呢 其实虽然中国对他有很多的抵制 他还是在最近的选举里面 针对所谓不干净或者是做票的另外一个候选人 他们选出了他们自己心里面 觉得可以带领立陶宛走向下一个情况的一个国家 那另外呢我想今年真正最后获奖的是意大利 然后经济学员特别说 意大利当选并不是因为他的美食 或者因为他的音乐 或者是因为他的足球队 而是因为他的政治 他现在的总理叫马里奥 基本上呢 好不容易克服了意大利分歧的政坛 取得了共同的和谐 取得了很大国家经济的进步 早已经跟2019年的意大利完全不同 现在的意大利整个经济稳定 政治和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意大利确实截然不同 甚至比德国表现还要好 所以经济学员恭喜意大利 也希望意大利在新的一年度 能够继续保持很好 带给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经济学票选出来的年度国家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